东华对待别人 无耳 无钩 请问帝君这是钓鱼呢 还是坐铲 因你的修为 也只能到见山见水 不见心底繁花景地 帝君避世十几万年 境界飞升 实在是难以捉摸 古怪老头子 遵作半夜归家 可让妾身等得好苦啊 没想到遵作如此心结 帝君 你就收下我做徒弟 让我跟在你身边吧 帝君 老师 老师 汤洒了 老师 要不 我再去给您盛一碗吧 谁 谁暗算老子 不好意思 手那么一划 我也划得好远呀 是鸡横做的汤 好喝呀 义兄 你该称本君 帝君 帝君 你太无情了 帝君 你太无情了 还不知错 可是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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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怪我平日里太纵容你诸多小事 致你今日酿成大错 帝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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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什么不将我再次推开 反而还要等到我初阳相啊 你主动 偷怀送抱 我觉得这件事情挺难得的 我干嘛要推开 帝君 帝君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讲理的人 我不想讲理的时候就不讲 想讲理的时候 偶尔也会讲一讲 帝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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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时候该如何袭袭胡锡 也需要我教你吗 在我们青丘一向是这种风俗 你不要土包子没见过世面胡来来评论我 你在三万来岁 一介幼虎 这种风俗你也知道 反正我们青丘行这种事到底什么风俗 就连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仙都不知道 帝君他肯定也不晓得 你方才是不是呼吸了 这在我们青丘是一桩大忌 我隔壁的灰狼弟弟他的一个表兄 曾经就因为这个缘故 被定了亲的女方给退婚了 因为这是被人看不起的一件事 这个风俗有意思 我都没试过 再试试你们青丘的风俗倒也不错 这么不要脸的话你也说得出来 刚刚是谁先搂过来的 你还记不记得 那 成人 成人是我先搂过去的 不过这就是我的梦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只是我想象出来的 我想占你便宜我就占你便宜 但是你不可以反过来占我的便宜 反正在我的梦里 没有什么账法 你也别跟我讲什么大道理 只有我说的事情才是唯一的道理 原来当在做梦 我还想 你怎么突然这么放得开了 而且 竟然没有生机 小白 曾几朵骗腹 你 别对我 我讨厌 怎么留这么多血 别动 让我靠一会儿 我 你光靠着不行 你 你得躺到那 让我检查检查哪里受伤 趁准备包子 你来了 可我没让你把我按到石头上 按你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疼就按了 别让我说谎 说着我又疼了 我 我去试一些柴火 你过来 你把我把我把我放进去 而且我现在的不停 你把我放进去 来 我来 我去 你不然也看不出 我来 你把我把我放进去 我去 leva 每个人